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京都一个奇特的地方 叫西服寺 西服寺里面有收藏了 许许多多中世纪的艺术品 其中一个 则青个人最喜欢的 它就称为 谭林皇后九项图的一个作品 谭林皇后可以说是 当时千年以前的林志玲 是当时的碧昂斯 她的艳名满天下 几乎整个日本 甚至于整个东亚的人 都听过她的美貌 那么有许多的 这个外国的使节呢 来到了日本的朝廷 只为了想要见谭林皇后一面 不过呢 谭林皇后对佛教 可以说是非常的崇敬 她认为人要 勘破自己的皮相 尤其是在一个 像她这么美丽的女子 当她人生 要走到尽头的时候 她交代她的臣子说 把我扑施到荒野去 不要埋葬我 当时的人都完全不能想象 也不敢置信 而且她还交代人家 要把她自己的样子 清清楚楚地画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唐林皇后在画一开始的时候 病危 然后过世 包括了新使徒 就是刚刚往生的时候 然后曝施到荒郊野外的时候 这个防长相 身体开始膨胀 膨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开始破裂 然后有些蛆 有些蛆也出现了 然后呢 除了膨乱象 就是人内脏流出来之后 然后身上有一些 就组织开始 就是外曝之后 然后再加上了 这个感食想 也就是很多动物会来吃 到最后你看到 变成了清淤 就是人的大体跟土地 慢慢融成一体的时候 到最后变成了白骨 散掉了 到最后变成了骨木 人就归于尘土了 为什么 谭林皇后要做这件事情呢 它要让大家看到 人的皮相 只不过是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短暂地居留 终归尘归尘 土归土 让我们看到 生命真正的真相 并不是虚无 而是我们人要怎么样 重新面对自然 重返自然 那用一个科学 而理性的态度 来面对死亡 这个在中世纪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今天的清淡爱读书 不仅仅有科学的思维 还有人文的感性温度 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而我们今天的作者 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VCR 刚开始看到何汉珍 秀其外表给人柔弱的印象 但其实他胆子比谁都大 大学研究所都念动物学 对动物复杂精密的身体构造 十分着迷 硕士毕业后 担任助教的两年之中 他开始接触解剖学 进入慈激大学后 因为教学的需要 更让他与这块领域 结下不解之缘 2003年 何汉珍进入慈激大学 医学系任教 其中最重要的一门课 是带领大三学生 进行大体解剖教学 大体老师又被称作 无语良师 他们自愿死后 捐出身体作为教学之用 学生在大体老师身上 经由实际的触碰与观察 模拟急救相关技能 避免把活病患当成白老鼠 让未来医生们在工作之后 更能得心应手 对于华人普遍 保留全世的文化忌讳 大体老师的无私奉献 对于每年都要上一次 解剖课的何汉珍来说 是无限的感动与敬佩 2016年何汉珍写下 《我的食堂大体解剖课》一书 除了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引领读者一窥解剖学的奥秘 更写下他教学多年来 看到学生在大体老师身上受到的影响 读者们也能够透过文字 翻转对大体解剖的刻板印象 更能感受一堂 讲究人文与情义氛围的科学教育 科学一旦离了人性 就会流于自忘与冷酷 我一直深觉生命起立奥妙 能在实验资源丰富的词大 教大体解剖学 我自己非常感恩 教学13年 每一年仍有许多新的感受 让我们一起欢迎何康泽老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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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请坐 让我来为那个老师 来一一介绍一下 雨婷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玉范 仲甫跟玉杰 玉凯跟杨正 立伟 嘉宜 这些同学都是自愿报名的 其实这本书给大家 不同的冲击跟感受 当然也有感动 要不要跟老师来分享一下 嘉宜长辈过程那种严肃的气氛 让我对死亡 或甚至对大体 有一种不太自然的感受 你会怕的 就是有点 或是真的有点畏惧 对对未来我想要走 一学这条路有点 就是蛮大的一个障碍 在何老师这本书的带领下 让我从节博课课前 课中 课后 快速领域过节博学这两课 虽然课中学多知 让我们没办法 其实完整去理解它 但是课前课中 课前课后老师跟学生所做的事情 让我对大体有这种进一步认识 看完这本书 我觉得大体老师也在做类似 像就是把让自己生命结束之后 还可以一爱人间的这个行动 我是念护理系的 所以可能在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在学期中 然后因为我刚好第一学期 就接触解剖学 所以我就是 就念得有点累 然后突然看到的时候 其实心里是很高兴的 就是我常看到一半就会心里笑 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这些器官 然后这些所有的构造 我都觉得令我很感动 然后虽然因为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欲良师 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本书 好像真的看到了大体老师 就是在我身边 我都没有接触过这类型的书 然后从一开始跟我们介绍 什么是大体老师 然后到一一介绍各个器官的一些 如何解剖还有它的功能之后 我对那个医学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还有提到 书中也有提到一些 例如什么手敲到会麻的那个点 还有电影中切除剩的那个部分 也让我解除了一些疑惑 所以老师这是您始料未及的吧 是 因为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 会担心说太多解剖知识 就像刚刚宇婷说的 很多的肌肉 骨骼 神经血管 就是那么多解剖名词 读者到底能不能接受 那所以但是我们又希望出一本 就是解剖方面的科普书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的身体 为了淡化这么多解剖名词 所以我们把可能你坊间 容易听到的一些留言也放进去 那我们利用正确的解剖知识 来看待这一些 你可能在新闻上 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到底是真的会发生吗 很多朋友看了这一本 我的食堂大体解剖课之后 印象最深刻的 当然有其中一块 就是对这种 那其中有一个非常有趣 就是其实在成年人 这个非常在意 或许你们现在太年轻了 没有那种感受 就淋巴排毒 科普好好玩 淋巴排毒真的吗 坊间有许多美容方法 强调具有淋巴排毒的效果 但你知道什么是淋巴排毒吗 真的有效吗 有没有想过要做淋巴排毒 有没有有过 浴凯你没有过 浴凯你没有过 因为就觉得因为不太 因为淋巴一般的概念 就是在耳朵耳后脖子 一些比较脆弱的器官 就会觉得说 如果是打针或是按摩 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 就会有点恐惧 对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 像我们在演艺圈里面 有时候说 今天这个 就是昨天晚上夜生活太开心了 隔天来录影就水肿 你知道吗 然后开始 我们就不然这样一压这样一压这样 我觉得说淋巴排毒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但学长你看何老师的书 都发现说 这个是一种迷思对不对 对 因为我其实不太清楚 坊间所说的淋巴排毒 那些毒到底排去哪里 但是回到解剖的这个知识上面 就是淋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是当水肿的时候 水肿表示你在血液循环里面 有过多的组织液跑到血管外面 在组织之间 那淋巴它的作用 确实是把过多的组织液 把它收进去 它就变成淋巴的一部分 但在感染的时候 因为淋巴结会制造这些白血球 所以有时候你去医院检查 医生可能会摸摸你的颈部 如果它摸到淋巴肿起来 通常大概代表就是 可能有一些感染的情况发生 那所以它可以把跑到组织里面的 那些组织液回收 可是回收之后 最后我们的淋巴液呢 它是会再回到我们的静脉的系统 然后进入心血管系统 所以就是等于说 从我们心血管跑出去的组织液 再从淋巴把它收回来 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封闭的 在循环的系统 那所以当你提到淋巴排毒的时候 就是你用特殊的按摩技巧 也许可以把本来在组织间的 那些组织液回收到淋巴 可是它最后其实是回到你的循环系统 那那个毒是排去哪里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水肿的人何去何从 我们没有信仰的 怎么办 但是也很多人就会解释 因为叫静脉 它就会经过肾脏 或许会被肾脏回收 那最后可以经由尿液排除 是可以 那但是它其实就不是单纯说 你按摩之后 是造成淋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它可以把毒素排出去 因为如果有东西从淋巴管跑出去 它就又回到组织跟细胞之间了 所以老师好冷静 不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就很多人想到 就是说 或许人家看何老师这样好严肃 这样很理性 学科学的是不浪漫 老师在书里面也这样写 会吗 可能以一般人的标准来说是不浪漫的 但是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觉得浪漫的地方 譬如说我跟我先生学的 我们都是生物背景出身的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块骨头长得很漂亮 就开始研究那个骨头的时装 夫妻两人看 他这个锁骨好美 会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的浪漫可能是在 大家会觉得有点恐怖的方便 所以你看他的骨盆长得多好 不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在书里面有一段 就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说如果婚戒 为什么像婚戒 为什么要待在无名纸 科普好好玩 无名纸的秘密 你知道婚戒为什么要待在无名纸吗 网路流传着小游戏 号称无名纸是无法分开的另一半 真的是这样吗 我听到就是一个故事 就是他说 为什么婚戒要待在无名纸 来 大家一起做 那他有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 就是如果你把你的中指弯曲之后 对在一起测验就是说 中指代表的是你自己 那拇指代表的是你的父母 那你会发现呢 父母有一天会离你而去 就是你很容易把你的拇指 就是分开来 是 然后食指代表的是你的兄弟姐妹 有一天你也会跟你的兄弟姐妹分开来 那小指代表的是你的子女 子女有一天长大 他们也会离你而去 那但是你会发现 那无名纸代表的就是你的另一半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无名纸怎么样都打不开 要合起来之后 合起来之后 来 一半合起来 然后把无名纸打开来 一次只能开一纸喔 你不能其他一起拍这样 那他就说 你不过坚决 好 所以这个小测试就是告诉你说 因为只有你的另一半 会一辈子陪在你身边 所以我们的婚戒要带在无名纸 好三寝喔 是不是很浪漫 那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 设计这个游戏的人应该学过解剖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手背这边有一些 可以把手指头伸展的肌肉 我们称为指伸肌 你如果从解剖学来看的话 我们的大拇指 我们的食指跟小指 它有独立的伸直肌 伸直指头的肌肉 但是呢 我们另外有一条伸直肌 它是同时一块肌肉 但是它三条肌腱 走到食指 中指跟无名指 如果你的食指弯曲的话 你的中指跟无名指的伸展 就会被它所局限住 那这个游戏的设计就很有趣 因为它让你先把中指弯曲了 那弯曲之后 它就会造成这块肌肉 它没有办法把你的无名指 伸直打开来 是 所以怎么破解就是 如果你今天弯曲的是你的 其他 食指好了 你会发现你很难伸 很难打开的变成是中指 可是你的无名指可以开了 所以你的另一半会不会去 不是啦 不过呢 这就是从解剖课 然后一路看过来 就是原来它后面 除了科学薪资之外 那也可以让我们理解到 许多坊间的这些迷思 还有这些广告 后面它背后带到 到底它要贩卖的是什么 它有可能贩卖的东西 不是这么的真实 但是呢 这回归到 很多人说看了书 像刚才同学分享 看了书就好像上了一堂解剖课 好 但是我们要来圈插牌 让我们看一下 你们有真的上过解剖课吗 只有两位 是 生物课的解剖 实验课的解剖 是哪一个可怜的生物 遇害的 青蛙 青蛙是不是 对 刚开始得知要解剖的时候 其实有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 想要去了解 可是当你 当真的生物摆在你面前 然后你把第一层皮跟肉 剪开的时候 你看到心脏还在跳的时候 其实你有点 我是当下我愣住 我愣了很久 因为我同学就说 啊 于婷 那你要不要剪这样 因为我们要把心脏剪下来 才有办法做其他的器官的剪下来 那我就 其实我那前几天就已经很焦虑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打开更焦虑 然后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 我其实哭了 我真的哭 然后我就哭 然后我就蹲下来 我说我没有办法 我说我没有办法剪下心脏这样 然后后来是老师帮我们把它剪下来 然后后来器官也是我剪的 后来就 我就比较冷静这样 可是 我觉得在面对生命的 流逝的那个刹那 对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冲击 我就是 在那一堂课里面 我觉得最冲击的是那个瞬间 就是要决定要剪不剪的那个瞬间 苏拉维斯这个岛上 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风俗 就是当家里有人过世之后 他们会把那个大纸放在客厅 放了两三年 那下葬的时候 他们就要宴请全村的人吃饭 我就会让他们牵出来是一头牛 他把那个拿着很大的刀子 就直接从牛的脖子砍进去 你姐姐有上过 严格上有时候不太算 就是 你们解剖什么 文革 蛤蜊 对 蛤蜊 就是之前在准备学科连的竞赛的时候 有跟许晃姐一起去解剖过文革 因为她也没有像其他动物会一直动 还是像心脏会跳之类的 就是 没有很大很大的情感投射在里面 是吧 当成是一个观察失误的概念而已 是 我这边想分享一个经验 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有科学实验班 那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 他捡到了一个小鸟的尸体 好像是乌头翁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科学实验班的同学 他就跟我们的生物老师借了实验室 解剖那只乌头翁 然后那个时候我陪着他 我是文主的学生 然后我陪着他解剖那只乌头翁 其实我平常是很怕鸟 我是看到羽毛都会紧张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陪着他解剖的时候 其实我冲击很大 是看到他 他用热水把骨头 骨肉分离 我看到鸟的骨头出来的时候 用个热水就分离了 所以其实是 就那天雨婷在讲他要上完结果 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不是就读这个科系的学生 可是我听他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要让大众知道 这件事情很重要 不论是我高中的经验 或是雨婷他这样子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 今天针对这堂大体解剖课 如果今天是民众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可能会跟我一样 一开始我高中看到那个时候 我心里OS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然后听到雨婷的电话的时候 其实我更多的是心疼 因为我知道他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人类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 因为刚才讲到就是说 无论是 就是说在解剖课上面的青蛙 或者是玉姐 玉姐就即使她是文革 其实她也是一个生命 那刚才玉范讲到的就是说 她虽然已经是一个 她已经冰冷了 但实际上再把它切割开来 还是有点恐怖 还是一个具有冲击性的经验 有一次是因为爸爸在家里杀鸡 爸爸自己亲手 对 做这件事 对 然后她一刀子画在鸡脖子上放血 然后拔金玉毛 然后画下去的那一刀子 其实蛮不忍到很残忍 菜市场那边挂那种肉 我觉得其实每一种生命 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你不可以一直让它繁殖 然后再一直把它杀掉 煮来吃 所以我觉得要尊重生命 然后尽量不要杀神 那你是一位坚定的素食者吗 就是没有吃肉的 这样很好 我以前也上过其他的解剖课 给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次我陪我同学 我同学是个印尼人 然后他们在苏拉维西这个岛上 他们有一种特别的风俗 就是当家里有人过世之后 他们会把那个大体放在客厅 放了两三年 然后两三年 他们会做房子 然后两三年之后 他们才要让他下葬 那下葬的时候 他们就在宴请全村的人吃饭 我就会看到他们牵出来是一头牛 他把那个很大刀子 就直接从牛的脖子砍进去 你知道当下我看到的时候 就是一条 其实刚才他还在田里面玩 你知道我进出的时候看到他的玩 马上就这样被宰杀 然后在就在村庄的广场中 其实那个现场看到 生命被带走那一瞬间 实际上是永生难忘的 那学生们他们在面对这种大体解剖的时候 无论的一开始 刚刚玉田讲到青蛙 对 可是真正说要剖开人体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对 不过不一样的是 因为我们的吴玉良师他们是往生之后 才送来慈禧大学 所以就是学生可能不会有类似那样的冲击 就是看到心脏还在跳动 就是老师其实是往生了才送过来 那比较大的问题可能是 他们对生死 对死亡的经验其实非常少 所以对很多学生来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那么靠近死亡 虽然台子上可能不是他的亲人 那可是这是即将陪伴他 一整个学期的老师 那所以我觉得对学生的冲击是在这边 而不是说真的看到一个生命 在他面前失去 是 可是毕竟是人 在我们的面前 把他慢慢地把他分解开来 解剖开来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跟研究他 那当然就是从 应该说文艺复兴以后 解剖课就变成了医学 甚至许多学科非常重要的一趟 那他到底他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大概所有医学相关的科系 解剖学都是很重要的必修课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们身体的构造 就是这些骨骼肌肉 神经血管 你知道他在哪边 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 如果他生病了 你才知道要怎么去治疗他 所以这些基础的东西 他等于就是这些学生 最基础的知识架构 然后从这些正常的解剖组织开始 那他可以去再学习临床的知识 那知道说当这些构造生病了 坏掉了 我要怎么去修补 所以在慈激我们是先 从比较简单的上肢 就是我们的手臂 从手臂开始 对 那这边就可以让他们解剖差不多一个月 他们大概就解剖技术慢慢的会越来越好 那接下来就从胸腔 就观察心脏肺脏 然后腹腔就是所有的消化器官等等 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就会开始解剖脸 因为我们的头颈跟脑实在是太复杂 那所以我们会拉很长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做 然后在骨盆腔或下肢的时候 脸部的进度 然后包括取脑等等 这些都会慢慢的安排进行 是 其实想象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人要捐献自己的器官或大体 实际上是需要勇气的 而且会有很多的抉择 那一般人对这个捐赠大体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待呢 我们来看一下VCR 我愿意捐赠大体 我会愿意去做大体捐赠 我愿意做大体的捐赠 觉得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我就 所以我会愿意 我愿意啊 因为死后基本上我也没有感觉 你已经死了 那你的身体其实就对你来说 有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算你有把你身体留下来 也没办法造就什么 我的哥哥现在正在台北读大学 那他的科系其实也会用到大体老师 所以我想说既然我们受到别人帮助 那我以后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其实我觉得 我不会想要做大体捐赠 因为还是想保留自己的身体 我应该是不太会去愿意去做大体捐赠 因为我觉得死亡身体应该要 就是完整的这样子 然后心里会比较安心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 解剖学就成为新兴科学医学的重点 但大体取得困难重重 医学生解剖课的大体来源 主要来自死刑犯 盗墓及非法买卖 后来才立法同意 无名大体的取得和大体捐赠 早年的台湾 依据总统颁布的解剖尸体条例 大体来源也以无主遗体及自愿捐赠为主 根据2017年四季基金会统计 签署捐赠大体医院输者 男性14559位 女性23616位 其中以往申请捐赠大体解剖者325人 捐赠模拟手术者465人 不过考量试体成为医学教材的完整性 遗体处理技术的限制等 并非当事人愿意就一定能成为大体老师 另外以全台湾医学使用来说 数量还是太少 通常数十位医学生才能分配到一具大体 上课效果十分受限 成为医学教育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真的有机会 你们愿意捐赠自己的大体出来吗 都愿意 我其实在还没有读这本书之前 我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 然后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也会回答说不愿意 因为像是刚刚的VCR就有人说 因为想要保存就是让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 那后来我看完这本书之后发现 其实在死后自己的身体还是有意义的 可以也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捐赠自己大体 又能对这社会有帮助的话 我是愿意捐赠我自己的大体老师这样子 是 其实我是在愿意和不愿意之间有意的 但是看完这本书后 我发现到 其实台湾很需要这种大体解剖的教绩 你刚刚这样讲 我会认为有人在街上说服你做这件事 现在你看完这本书你愿意做这件事 对 就是觉得既然死了 反正也不能再做什么事 就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 我很愿意 非常愿意 真的吗 我甚至希望台湾可以把这个观念快速的普及 甚至让所有医学生的人都不会对大体老师 感到就是陌生或害怕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观念 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然后在我知道可以当大体老师之前 我是希望非常简单的葬礼 就比如说现在最盛行的树葬 就是非常简单就处理掉 或是那种快速的那种 美国的那种快速的开台车进去一圈 就结束葬礼的那种方式 所以你就希望就是说 身体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方式 后来发现也有意义也不错 没错 对吧 解剖大体不会很可怕 但是因为我们都死掉 就像影片说到我们并没有感觉 而且事后他们也会帮我们缝好 所以有感觉应该是加速 所以只要加速能够放下心 那就是可以了 所以因为现在的年轻朋友都说 他们愿意把它捐献出来 老师应该觉得很讶异吧 因为在东方文化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保留全师的概念 其实非常重要的 它影响到我们台湾民众 对捐献大体的一个看法 对 慈济推广大体捐赠 已经二十年了 那二十年前确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尤其就是保留全师的观念 是非常普遍的 那甚至在更早之前 我自己的祖母去世的时候 我们只是要用火葬 就是那时候普遍都是土葬 但是我爸爸他们选择 要把我的祖母用火葬的方式 来处理遗体的时候 邻居就已经有很多闲言闲语 他们会说 你妈妈人那么好 你怎么舍得用火烧她 那甘甘甘甘甘甘 对 那我们早期非常多大体捐赠的家属 其实都承受类似的压力 就是当亲朋好友或邻居 知道说 你们怎么把长辈或者是亲人捐出去 当大体老师 让人家千刀万剐 就会觉得这个媳妇不孝 这个小孩不孝 或者就是 他们其实承受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觉得是非常缓慢的 但是大家的观念开始 逐渐可以接受 那慈祭其实在大体捐赠 除了大力推广之外 我觉得它有个很大的创举 就是自从慈祭的解剖课程开始 我们台湾的解剖 有最后缝合的这一个步骤 这以前没有缝合 早期没有 早期就是解剖完 然后学生考完期末考 拍拍屁股就走了 剩下就是技术员把已经变成尸块的那些东西 就是用尸袋拉起来 直接拿去活化 那可是因为慈祭从创校开始 所有的解剖台上躺着的 全部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体老师 那我们为了谢谢这些人 当初也为了就是可以更容易 让大家接受大体捐赠 所以我们也承诺 最后我们会把它缝回来 我们还是有一个全师的概念 那这在推广遗体捐赠上面 是很重要的一步 你会愿意亲人当大体老师吗 没办法亲眼看他去签下那一张字 你们愿意捐自己的身体 要帮你完成你的愿望的亲人 那他会不会跟你一样不舍 大体老师们在往生之后 开始进行走上了这条教学之路 这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呢 那我们看一下VCR 要成为大体老师 不是签署同一书就完成了 大体老师往生后 依照捐赠用途的不同 分别要在八小时或二十四小时内 送到慈祭大学进行 急速冷冻或防腐处理 结束这个阶段后 大体老师们就等着上课日期的到来 在大体解剖课开始的学期前 大三的医学生们 有一项重要的功课 就是家访 他们要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属 经由访谈去了解 自己的大体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 对这些学生而言 大体老师并不是上课的道具 他跟你我一样 有亲爱的伴侣 一手拉拔的儿女 也有感情深厚的朋友和同事 家访的功课 不只让学生 面对大体时不再害怕 也让他们学习 对生命的尊重 课程开始前 学校会举行启用典礼 并邀请大体老师的家属 前来参加 这个仪式宣告着 大体老师要正式开始上课了 18周的大体解剖课结束之后 学生们会仔细地缝合 还给老师们完整的面貌 最后举行颂灵火化的仪式 谢谢老师的付出 也送老师们走完最后一程 就算生命已经结束 大体老师无私奉献的精神 会永远留在学生们心中 陪伴他们一生的行仪之路 刚刚看到这段影像 其实让我们感触非常深刻 而且它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 刚刚我们都讲到 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可是当我们面对的 是自己的父母亲 是自己的兄弟 或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他人生做了这样的决定 然后他即将要躺在 这样子的一个台子上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对刚刚我们谈到的都是自己 现在重新把你们的圈奖牌拿起来 那如果是刚才我讲到的 是你的亲人 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抉择的时候 你会愿意让他去当大体老师吗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不一样的了 对不对 有三位是叉叉 然后其他的圈 毕竟身体是自己的 我没有权利去帮我的父母 或者是祖父母去决定这个事情 就是原来就是要看他的意愿 所以如果他愿意捐你 我就去吧 你就可以接受了 可以接受 就是我不会去鼓励 也不会去反对说怎样 就是毕竟是他身体不是我的身体 家人相处久就会有感情 你不能没办法亲眼看他 去签下那一张纸 或者是变成大体之类的 我觉得会有感情 情感上面这些很难割舍 对 看到是自己最爱的人 但是然后看到他变成大体 挡在解剖台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有点难过 然后就不太想要他离开我 高中的时候就看过 就是此即拍的一个纪录片 看到他们这么细心地 对待这些老师们 然后会仔细地剖开 然后仔细地缝回去 其实看他们缝回去 然后把它弄得整整齐齐的 然后还送他去火化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我当下其实就是很震惊 然后我也觉得说 如果能够这么用这么虔诚的 然后这么真实的心态去面对的话 那我觉得我可以很放心地 把我的家人或是我自己去交给 交给他们 其实在国内的法律好像有关心就是 是不是如果说虽然他生前愿意捐赠 在往生之后 家属是可以做其他的决定的 是 尤其代以捐赠这个部分 需要家属的支持才有办法能够实现 因为假设我都讲好我要捐了 可是当我死去的时候 是我身边的人必须要帮我执行 这些后续捐赠的事情 那如果他突然反悔了 其实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 你不能强制 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谁要帮你执行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玉凯或者是 嘉怡的想法很有趣就是 你们愿意捐自己的身体 可是你们会舍不得把家人捐出去 那你可能要想一想 要帮你完成你的愿望的亲人 那他会不会执行 他会不会也跟你一样不舍 所以你看到就算你愿意捐你自己的身体 可能父母亲没有办法接受 就算父母亲想要把自己的大体捐出去 可能你们不接受 所以其实说你要变成一位大体老师 实际上是要从往生的人到活着的家人 都全部都支持 对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 我们非常特别地请到的两位来宾 这两位来宾就跟我们这个大体解剖课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蔡斗源 刺激大学医学系毕业 于民国98年休息大体解剖课 现为刺激医院急诊科住院医师 叶小青 现为大陵刺激医院护理师 爸爸叶桂才为大体老师 2015年在刺激大学举行启用 今天两位也将以医学生 和大体老师家属的身份 来到现场跟同学们聊聊 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 一起来看看 今天来到现场跟我分享的是 斗源医师跟小青 欢迎你们 欢迎你 那斗源你有上过 这个实际的大体解剖课 对 所以你在上这样的课的时候 包括之前的家访 然后到后来的这个上课 实际上你是完全地参与在其中 对 那另外一个小青 您的家属就是大体老师 对 所以待会儿要请您 跟我们大家分享 就是到底中间经历了 那你们的心理 或是你们的情绪 会有什么样的起伏跟想象 所以我先请斗源来上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大部分全世界的医学院里面 就是说我们不要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也不要知道 他生前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当你上过这样的课之后 你自己的感触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我就有耳闻说 这个慈激大学的解剖课 是还蛮有名的 那时候在选择医学系的时候 这也是我考量的一个元素之一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大家 都是十九岁二十岁 大部分的人 对自己的 对生死学这件事 或对死亡 面临死亡这件事 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应该简单讲就是一群 乳臭未干的小朋友 要跑去家访嘛 那我觉得 如果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心理准备 我就去做大体解剖 那大家知道 其实我们大体解剖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理性 而没有感性 什么叫完全理性 就是我可能 maybe在念书的时候我很认真 可是我放松的时候 我可能就只是把它当作是个 杯子盘子或是个教具 我不会把感情也放在里面 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在事前 我们有所谓的家访 那我们有这个上台present 跟大体老师的家属分享 老师生平的故事 所以我还记得 就是现在想 好像昨天发生一样 就是说 那个时候要把这个大体台打开 末导的时候就把这个 曾经家访过 老师的家属讲过的故事 好像立体在幕 一幕一幕的 好像演电影这样 就这样飘过 那打开以后我会觉得 老师其实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只是最后选择这样的过程 然后来完成他的愿望 所以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样的生命教育 是 可是会不会在家访完之后 访而不敢下刀呢 不会啊 老师会逼着我们下刀 所以也没有办法 这跟学分有关系了 对 而且接破学科的老师 是出名的凶 这老师说的 所以大家都耳闻 闻到这样 对不对 但我要提到小千 就您的家属 也是把自己的大体捐出去 那当时就是家里有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呢 其实爸爸生病大概是隔多月 中间其实爸爸也是 妈妈有跟他讲到这个问题 说我们是想说可以捐出去 让一些学生去研究这样子 可是爸爸可能因为 他之前是市馆长 他就很死妖面子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会一直想 然后到后面他就慢慢觉得说 我的身体已经这样子了 对 然后他想说 是想说生命已经走到最后了 然后想说把他捐献出去 然后看需不需要一些学生 需要来做一些研究这样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疾病还蛮特别的 非典型的社护衔癌 生命真的大概只有四个月左右 对 爸爸其实真的陪伴 就短短这四个月 然后所以他决定说要捐出去的 那个时刻 其实我们也是遵从爸爸的意愿 对 毕竟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是 对 当家属的我们 其实虽然我也是一个虎视 我也会很舍不得 对 我也知道 我也上过节剖学 他们会怎么的 就是在爸爸身上动了多少的刀这样子 我也会心疼 可是觉得爸爸有这种意愿 我觉得身为爸爸的女儿 我还蛮骄傲的 对 我也很压抑说 爸爸会有这种想法 但我要接下小千 就是过程里面 因为学生们会来家访嘛 所以家访会不会就是在 一次又一次去撩拨 内心还没办法的贫富 通常都是会的 像其实爸爸一 我们把他送去那个花莲池籍那边 其实中间大概两三个月 家里妈妈还有一些妹妹 他们其实一直在 平复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然后当他们说要来家访的时候 其实妈妈在家访的当中 其实也一直在流泪 不舍 他会觉得时间怎么过那么快 对 然后我们也是要好好地陪伴妈妈这样子 是 而且在刚才 刚才看到那个VCR的时候 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实际上大部分的老师 在往生之后 然后在上解剖台之前 实际上中间有一段等待的时间 有时候会高达两年是不是 如果是大体解剖学 可能现在大概等待的时间是三到四年 三到四年 对 我们有一位亲人 有一位置亲 他现在躺在医院的某一个角落 要三到四年之后 他能够真正地结束这段旅程 所以对大家来讲 如果说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们还会支持吗 对于家人来讲 这是一种折磨还是安慰呢 放到三到四年 虽然时间有点久 你还会挂心说他还放在医院 然后 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他自己的医院 然后是他想完成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支持 过程就感觉到 就是非常的忧郁 可是如果有任何的亲人 有这样子的决定的话 他是延续自己生命的意义 那我则会给他精神上的支持 就是说没关系 你就签吧 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是有价值的 对 有一些文字里面就会写到就是说 或许对于家人来讲 好像就是如果没有完成这个捐赠 或是完成最后的就是父亲的遗愿 就好像这个完全没有结束 你会有这种感受吗 就是好像他还没结束 对 我会觉得他还没结束 是 可是你会想到说要结束的那一三 其实会真的很舍不得 可是我觉得要完成爸爸的心愿 我们终于到了这一刻 我们还是要祝福他 这为什么就这些凸显出来 无论是大体老师或者是家属 他们其实都非常伟大 他们愿意做无私的奉献 他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那你会觉得就是说 你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大体解剖课 在你行医上面会不会不一样呢 就有一次我们大体解剖 除了三年级之外 还有七年级的模拟手术 还有我们PGY 也就是毕业后第一年的一般训练 所以其实会经历三次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堂大体解剖课 但那个时候是模拟手术 教我们就是一般急就需要的技术 包括插管 包括气签 或者说气胸的病人要插胸管 那那天我们教的就是胸管 就隔天就刚好有一个病人 就是气胸要来插胸管 我还记得老师教我们怎么打 比较不会痛 怎么做 这个管子比较不会掉 所以就刚刚好 除了技术面以外 其实我觉得学到最多的 倒还是生命的教育 还有老师对我们的这些 包括我的老师对我们的一些态度 跟这个大体老师对我们的态度 是的 所以最后要请到这个何老师 就是这么多年下来 那您对生命还有对死亡的看法 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在慈激大学教解剖这么多年 每年我们就是带着学生 然后认识十几位大体老师 那所以从过程中我觉得 我对死亡更豁达 那所以出了这本书之后 其实也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更愿意跟身边的人 谈死亡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在东方人的观念里 就是是很忌讳讲这种事情 死亡是一种禁忌 对 那可是 可是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真的会手足无措 你会不知道怎么办 那如果你们曾经讨论过 如果你知道你去世的亲人 他希望怎么样处理他的后事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会是安心的 那你会心比较定 你知道我现在是在做他想要做的事 你在帮助他完成他的心愿 这最后的心愿 对 不管是不是捐赠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 但是你可能要知道说 他希望怎么处理他的后事 那我觉得可以藉由讨论死亡 你会更重视生命 那你可能可以活得更有意义 是 作家私房推荐 这本书是一位神经外科医师他写的 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对文学跟哲学 非常有兴趣 然后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神经外科医师 就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 但他发现他得到末期的肺癌 这本书我觉得有很精彩的 就是他怎么从文学哲学 还有自己从医生跟病人的角度来检视生命或死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觉得如果你对生死议题有兴趣的话 真的非常值得 是 所以就是何老师为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 当呼吸化为空气 那今天非常感谢就是小青 那个董源医师来现在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们 那也谢谢同学们的热情的参与 那更重要的谢谢何老师 就为我们写出这么一本精彩的书 然后带给我们不同的生命教育 谢谢 谢谢 面对生命 面对死亡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谈的时候或许非常简单 那当是当本人真正去面对的时候 跟他指使的时候 实际上又是另外一种光景 当人在死亡面前真实的样貌 最诚实的心灵就被袒露出来了 东方大哥从一个在蒙甲过日子的这个黑道 然后后来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殡葬业者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到底经验哪一些人生的领悟 他看过了这么多的生跟死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 自己的妻子跟他告别 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你在江湖里面打滚 在你的社会里面出入的时候 实际上你在不知不觉也看透了生死 但是你看透之后能不能看破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黑夜里的送行者会让你对生命 对死亡 还有人怎么样去面对死亡 会有不同的看法 死亡并不可怕 也并不用去害怕 因为死亡虽然是一个终点 可是是孕育下一代的养分 人生就是很多很多的选择 每一步你都在选择 那不可能每一个选择你都会选择对 可是期望每一个选择都能不回 虽然不能要求自己去做一些 能够拯救世界这样子伟大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让自己能够不后悔的走完这一生 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不能去 sıro这样子伟大的 你看看 就这样子变成了 让我们虽然们不在于小银子 所以我们会乱去那个